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难预测的 他好像有个脉络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2023年11月份会爆发这么一场这么大的很可能死亡的最后人数超过数万人的一场战争 以色列即将把他的精卫部队 还有他的后级的所有军人都投入这场战争里头 过去这个国家曾经因为那坦亚湖的贪污 而他要求司法改革时他自己可以除罪化 他任命的司法部长也配合他 长达29周 我们在昨天文献室上为大家报道 造成了这个政府 他根本就是一个人们不效忠他 不相信他 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分裂的政府 他的情报失灵了 所以Thomas Friedman在接受美国有限电视网访问的时刻 他说这场战争是怎么发生的 不要谈哈马斯 你以色列的情报单位这么强 为什么会发生呢 头号战犯就是那位司法部长 因为他配合了那场雅虎 就是他 就是他的说法 而这场战争从这个角度开始演变 接着就大家最担心的是伊朗 在这件事情将来的发展会是什么 所以美国整个就希望以色列不要太扩大杀戮 所以希望他至少让加萨走廊 北部的人 因为它是北部的主要是哈马斯的 主要的驻军地点 主要的哈马斯政府的地方 让当地的人可以往南加萨走 可是基本上人数太多了 110万人 而且你把人家断水 断电 断粮 他去哪里呢 所以基本上美国这个方案也未必会减少太大的伤亡 也没有办法太大伤亡 这使得美国又重回了中东 美国好不容易在91事件之后 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 在2021年是8月32日撤军了 从此还再也不要回中东了 现在又重回了中东 那如果这个战争呢 一不可收拾地爆发 伊朗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中东国家的老百姓 他看到你以色列杀了这么多 在加萨的巴勒斯坦人的话 这些国家是不会愿意遵照 美国本来希望的 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签订和平协定 他们会完全强烈的 第一个反对以色列 接着就反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所以美国又重新被拖回去 在中东的冲突 而且整个中东呢就进入一个新的 完全团结起来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伊朗在这个时刻再介入的话 是世界的油价很现实地降到150元 那全世界经济就现出了萧条 完全是不可挽救的世界经济的状况 对所有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希望看见 那这场战争怎么发生 各方怎么样分析 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是登在 美国纽约时报 川普斯平马的专栏之外 还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美国发生 一个相关的报道 多数人就算平日不太关心 中东局势 听到以色列边境 遭到民兵 扶效突袭 大凯沙戒 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 恐怕都是怎么可能 到底是 speaking with contacts in Israel today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re was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absolutely every level of the government Internal Security External Security Police IDF just a massive massive failure The surprise honestly is not why they acted now the surprise is that they had such a capability to do what they did frankly that is the big surprise and that's the shocker and the Israeli military inability to stop them that that's the shock you know Farid I think this war will be studied by intelligence services all over the world let me start by saying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this is Israel's 9-11 that's just silly 9-11 was a complete unimagined event that people would turn airliners into suicide bombs this was completely anticipated this was completely expected Israel had built a billion dollar wall to prevent this so the fact that that wall was breached by a bulldozer by by palestinian and hamas people in in you know little cars driving their own cars how did that happen number one how did they maintain surprise 如果说巴勒斯坦族群中有一部分的人是想借由这场突袭行动在霸权角力和俄乌战争的场边翻作闹事孤注一职希望能把世人目光焦点从其他地缘政治的热点再转回来中东关注被边缘化的尾巴问题那么从全球媒体和国际社会现在无不大惊失色登机箱看来 like all other major intelligence failures I think it's basically a failure of imagination we never believed that hamas had the capability to do this and so we misinterpreted the signs Farid there will be one day I'm sure some kind of inquiry commission on this war and if I got to write indictment number one it would go to Israel's justice minister Yariv Levine he is the man who drove this insane corrupt dishonest effort to basically take over the power of the supreme court under the name of judicial review and when he did with Netanyahu's help he fractured Israel 在哈马斯突袭之前以色列正处于前所未见的内部分裂与激化状态中 由纳坦雅胡政府推动的所谓司法改革不只引发围棋超过半年的街头示威 至今雨波荡漾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过去坚弱磐石 被视为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至今得以在异图缓刺之下 持续于中东挺立背后最大支柱的以色列军方 都开始在内部浮现罕见的反政府杂音 多数观察家和学者认为此以内部分裂 即使不是这一次以色列无预警预袭伤亡惨重的直接原因 也是让以军和以色列朝野注意力分散 导致原本傲视全球的精锐部队与轻收能力 对于哈马斯毫无防备的最大的背景因素 除了以色列自身分裂给予敌人下手的契机 另一个促使哈马斯在这个时间点发动攻击的幕后动机 可能是巴人不乐见在美方撮合之下 以色列与沙奥地原本正打算签署的和平协议 传统上中东局势的对抗格局大致可以视为 一边是由美国撑腰的以色列 另一边则是和以色列不共戴天的伊斯兰国家阵营 然而由于种族和教派的差异 中东的伊斯兰阵营又可以细分为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实力 以及由沙奥地等阿拉伯国家所组成的汛尼派实力 二战结束以来 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原本一直是受到相同信仰的伊斯兰阵营两大势力 道义相挺或军国援助 然而华福的外交团队自川普任内 却开始推动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 也就是策动伊斯兰阵营中立场较为亲美的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改善关系 希望借由经贸往来 在僵持不下的中东尼澳里 领体袭境找出一条和解之路 然而华福这种联合制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的外交手段 却引来了被针对的伊朗 以及伊朗所扶持的哈马斯民兵组织的警觉 毕竟以色列和沙奥地若是修好 巴勒斯坦背后的两大靠山 也就等于瞬间被抽掉一个 也意味着尾巴问题很有可能 在利益大于道义的中东地区 加速贸易过程中 失去着力点而更加边缘化 因此哈马斯在此刻 发动这一场大规模越境袭击 从中东外交进程角度来解读 最直接的效应 就是让以沙和平协议 至少在短期内宣告胎死腹中 他们不想着这个问题 在沙和平华的顿问 这问题是正如习近乎的 顴目中的颜色 在沙和平华的颜色 在于远色的一部 中间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也许如果他们的颜色 不严重 颜色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 也许如果他们不在乎 尤其颜色 也许如果他们不在乎 尤其是这样的颜色 也许是 这些颜色 凶色 战争开打后第一时间 华杰日报就在一篇报道中 直辞这场攻击行动 是伊朗幕后协助哈马斯发动的 报道声称 伊朗革命卫队将领和哈马斯 从8月份开始 就在临近黎巴嫩境内 召开多次会议密伤 策划这一场海陆空袭击行动 并且在调整执行细节过后 于10月2号 获得伊朗方面点头放行 5天后就爆发了突袭行动 然而此一说法 不仅遭到德黑兰方面的驳斥 就连美方高层 对于伊朗当局摄入程度 也抱持保留态度 纽约时报11号引述 未居民华府官员的说法 认为从美方情报研判 似乎就连伊朗官方 也在第一时间被哈马斯 突如其来的攻击行动 吓了一跳 然而不能否认的事实是 无论在这场攻击背后 伊朗到底是主动参与 还是被动协助 德黑兰当局都在哈马斯的壮大过程中 扮演了一定角色 长期提供哈马斯各种军事 和技术上的协助 而哈马斯这一出手 也势必将连带把美与伊之间 原本恶劣的关系 搭进更加对立 更难化解的仇恨深渊 事实上中东的代理人战争 早已是地缘政治中的公开秘密 也是中东习题中最难解的死结 伊朗除了透过赞助争主党 与大小伊斯兰圣战组织 对抗宿敌以色列之外 同时也暗挺胡提民兵 在叶门与沙奥地争夺区域霸权 夹杂的政治算计 与宗教情节的暗潮汹涌 让华府历年来 为了中东所做的一次又一次 外交努力都功败垂臣 转眼成空 中文字幕志愿 我希望能复杂的 你能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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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liberal order has been very much sort of put to rest I think that even predating Saturday's horror and the tragedi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unfold that we we have a very multipolar world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good options that li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plomatic option is one that will be deeply complicated by how Israel fights this war 从石油危机到911 以巴冲突是过去 四分之三个实际 无数国际危机 与地缘冲突中的 共同潜台词 直到今天也仍然牵动 美国的外交政策 与内部民情 虽然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和世界各国 都曾暗自希望 巴勒斯坦问题 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然而持续喷发的 中东战火 却证明了 世界想忽略中东 中东却不想 被世界忽略 伊朗问题 与尾巴冲突 一日不解决 中东火药库 就会持续闷烧 不时引爆 让周边区域 甚至是距离遥远的 欧美国家角落里 都被激进思想缓慢渗透 哈马斯突袭 所掀起的恐怖阴影 是否会把美国舆论的心态 再拉回到911那时的挟实底里 让两年前仓促撤军阿富汗 好不容易转向亚洲的拜登 又重新被卷入中东 和尾巴的战争漩涡 而多点爆发的地院冲突 又是否会让美军疲于奔命 逐渐榨干华府吃紧的军火库存和外援预算 使得普丁等一众反美独裁政权借机制造更多的混乱 一环扣一环 谁上升 谁沉沦 此刻的失局正处在势痕边缘的悄悄板上 当美国的总统拜登毫无选择能力的 也必须的支持以色列情况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 是纯粹的邪恶行为 当然他引用了一个错误的报道 但最终他还是定调这是一个邪恶行为 这个时刻美国的巴勒斯坦社区网络的全国主席就问他 你是一个可怕的虚伪的伪君子 你是一个近乎真正的种族主义者 因为你永远不会谴责所有那些狂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是恐怖主义 你也不会谴责那些狂热的激进的以色列的国防军人 他们进入巴勒斯坦人的村庄 烧毁房屋 烧毁汽车 并且杀害巴勒斯坦人 称之为你们的囤恳区 以色列的囤恳区 他问拜登 当过去这些事情 这十几年来 几十年来都有一直在发生的时刻 你在哪里 你有批评他们是邪恶吗 这次以色列不幸死了一千多人 但是从2008年至今 在加萨地区 光是以色列对当地的无差别式的攻击 他们就已经死了三千多位平民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看到整个仇恨的问题 会继续的持续下去 而且会一直发酵 为什么 因为巴勒斯坦人所看到的 在海外的其他的伊斯兰教或是穆斯林的人 他们就看 你这个是一个完全偏颇的道德 也是偏颇的报道 道德是堕落的 报道是偏颇的 而且虚假的新闻非常多 加萨走廊本来在1994年5月的时候 根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所签订的协议 他应该要取得自治的地位 那他的确取得了 所以他后来就选出了哈马斯 在这个签订里头 以色列是承诺他2005年要撤军 就他撤军撤得不干又不脆 他在当地还设了六个路口的口岸 严格限制人员跟物资的进入 结果导致那个地方所有的各种生活都非常的痛苦 而且在那个地方呢 经常莫名的几个小小的零星冲突 巴勒斯坦人进入到接近耶路撒冷附近的零星冲突 他就是无差别的攻击加萨走廊 攻击联合国的学校 攻击医院 攻击小朋友在念书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奇文在这里奔走的时候 他痛斥的不是哈马斯 他痛斥的一直都是以色列 那当这个时刻 你主要让巴勒斯坦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 然后很多人来好好听他的声音 可是在澳洲的学历他们申请要抗争 这民主国家你有示威的自由吗 不准 在法国他们面临了震报 可是还是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出来声援他们 声援他们的未必都是伊斯兰教徒 其实也包括很多法国一些相信自由主义跟有一定判断能力的人 那个时刻他们问 法国你是民主国家吗 澳洲你是民主国家吗 不 当你们碰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 你们跟独裁国家差别很小 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乎这一小块被封锁的土地 其中有43%是14岁以下的人 他们未来的生与死呢 埃及军方在靠近埃及和加萨边境的地方部署新阵地 并加强巡逻 防止大规模人口从加萨走廊逃往西奈半岛 以色列誓言彻底铲除巴勒斯坦基金组织哈马斯 并警告除非哈马斯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职 否则受围困的加萨地带将得不到人道援助 多数的西方国家把矛头指向哈马斯 美国总统拜登于谴责还说自己看到了残暴的照片 美国总统拜登此话一出震惊世人 他真的看到照片了吗 白宫随后做出澄清 并说总统的言论纯粹是来自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提供的消息 不过除了纽约时报 BBC等媒体谨慎描述之外 多数的媒体均对哈马斯的暴行大幅报道 直到半岛电视台播出哈马斯否认的新闻 随即以色列政府也正式承认 并无哈马斯斩首儿童或婴儿的证据 但拜登未经证实的谴责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另一种加害 坏的极慧是在极慧的极慧 竟然是在真正的极慧 当你永远不会遮罪那些乱雅的白宫隐私人 人们去到村里 把人溯出了家庭 灼烫了家庭 灼烫了轮 灼烫了家庭 闻了宫链 闻了邦战在街上 拜登没有在文化收集中 当时这样的事件发生 那些事件发生 说这是最传统的人物分析 加萨走廊 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 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200万人口 这里也是以巴冲突的最前线 根據以巴簽署的相關協議 加薩走廊1994年5月 成为巴勒斯坦率先实行有限自治的地区之一 2005年以色列从加薩撤军 结束对加薩走廊38年的占领 但却持续对联通以色列的六个陆路口岸 严格限制人员和物资出入 导致加薩当地生产生活材料极度短缺 能源和电力的供应也非常吃惊 而现在以色列正天天在加薩走廊 实施大规模的空袭并且断水断电 断燃料和断粮 窒息的高压封锁让加薩人走向绝望 同样的也对历史背景的被忽略感到不满 这一次不同于以色列全国磨刀祸祸团结一致 他们要杀死每个恐怖分子 但99.9%的加薩走廊人民 尤其是60%的孩童们 根本对此事一无所知 以色列摆出数十万的精锐部队 对付的恐怖分子 不是制造这场对以色列攻击的哈马斯高层官员们 我们现在在跟居住的市场 有些人这种状态上有关的 我们也有预养的效果 我們也有预养传的 和曼瓦斯立 近期之后 90%的人在加薩 都不属于罢学生 他们运游相带别随着 像水 没 Meadow 游 跑 因为 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众 在美国纽约市的以色列领事馆外相互叫嚣 警方升高警戒就怕擦枪走火 但不止纽约 世界各地都分成了两派 有人支持以色列 也有人为巴勒斯坦人奋奋不平 此日中南美洲智利 有数百名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前挥舞旗帜 呼吁停止在冲突期间杀害儿童 而在巴西也有相同的声援 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并要求停止冲突 不过法国和澳洲等国家则是力挺以色列 甚至还对巴勒斯坦的示威群众进行了打压 法国是欧洲拥有最大的穆斯林和犹太社区的国家 过去数次的中东冲突 经常引发法国境内的紧张局势 而对于这几天的驱离巴勒斯坦 示威群众的理由是 可能会对公共秩序造成干扰 10月12日 法国巴黎的警方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 驱散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会活动 难道我们没有能够呈在好几天的状态 因为这状态的状态 而是法国的状态是法律 这是不正常的状态 在法国中的状态 在法国中的状态 我们能够呈在法国的状态 这状态是法国的状态 所以我们必须的 法国的状态 而在澳洲,警方对清巴勒斯坦的集会参与者 行使近20年来首次的特别拦截搜查权 主办的雪梨巴勒斯坦行动组织表示 澳洲警方不肯授权 但活动仍会照常进行 因为在尾巴冲突的议题上 法国澳洲的民主不适用于巴勒斯坦人 而在他们眼中 这些国家也不配民主两字 刚开始我们的上礼拜就 因为大家报道韩联社已经正式的宣布 美国应该会在本周正式的宣布 韩国在中国大陆的晶片厂 或者是SK海力市这些相关 跟拜老体有关的周围的这些晶片工厂 可以得到无限期的豁免 而相对的台积电在中国大陆的南京厂 是一年一次的审查 那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 第一个是产品有差之外 跟政府的态度有关 韩国的政府虽然非常亲美 以及是韩国史上可能最亲美的总统之一 但是他为了他的企业的利益 他会寸土不让 比如说在美国通过晶片与科学法 而且最后后面很重要的推手 是美国的中约议长 前议长Nancy Pelosi 他来访问了台湾之后就去了韩国 到了韩国这么重要的人物 总统应该要见他 我们的总统就非常亲切的接见了Nancy Pelosi 可是到了韩国去的时刻 韩国总统拒绝见他 只让议长见了他 然后跟他礼貌性的通电话40分钟 内容就是抗议晶片与科学法案里头 对于韩国在大陆设厂的相关限制 因为他们占整个这些 包括Samsung 包括SK海力士里头 太大太大的营业收入 然后韩国的总统率领他的企业 访问美国 过去Samsung其实也比起台湾的台积电 在国际的布局来得成功很多 他们有很大的国际部队 在华府的游说也很长 因为台积电基本上是一个 工程师为主的一家公司 他们不会进行美国的游说 也没有想到进行美国的游说 就是很闷头的 很认真的做他的工程师的工作 可是Samsung早就知道 这种事情 他有一天会牵涉到国际政治 所以他们的游说部队非常的强 而他们的总统 在率领企业就指导黄龙 到了华府去 跟他们直接的谈判 再加上庞大的游说团体 最终美国宣布了 无限期给韩国 对于Samsung跟SK海里士 在中国大陆的设厂里头 无限期的豁免 台积电仍然是一年一次 为什么 请看一下更新 正当市场 就在一年期禁令 豁免10月11号到期前夕 白宫宣布 无限期豁免南韩芯片商 永不适用于美国 对中国的芯片设备出口禁令 并同步通知 三星与SK海里士 或美国商务部认可为 或验证终端使用者 和此资格之企业 无需个别出口许可证 就能出口受美国管制的产品 换句话说 南韩芯片双强 未来不但可进口美国晶片设备制造 更可用于各自在中国的晶圆厂 以投入既有生产线 同样是延长获免 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 却只被给了再多一年的宽限期 之所以台韩有言 分析普遍证回 是因为韩国政府及企业 向美国大量游说 且相当成功 而台湾总统府 早已习惯听命于美国 不会为台湾企业距离争 三星海力士及台积电 在大陆的晶片产能有其差异 三星海力士主攻快闪记忆体 及D-RAM 台积电在大陆南京厂 主要生产28奈米至16奈米 用于车用晶片及HPC等成熟晶片 以目前美中台关系 台积电不会在南京扩厂或升级 这不太现实 外界指台积电南京厂半导体 可能涉及军事或高速运算等先进技术的可能性 所以美国才对台积电一年一审 而非如韩国无限期豁免 应该是对台积电南京厂不够熟悉 美国对台积电采取逐年审查 相对于对韩国的领域 说穿了可能是对中国与台湾同是华人的不信任 还有台积电不弱三星 早已于多年前在美国建立强大的国际级游戏机构 加上韩国现任总统尹习越虽前所未有的欺美 但对于韩国企业的利益却寸突不让 连美国前众院议长裴洛西访韩 他拒绝践踏直礼貌性通话40分钟 就是为了抗议美国当时国会刚刚通过的 晶片与科学法案 率先揭露美国豁免韩国晶片的《华杰日报》 便在文章中直言 尽管亚洲晶片三雄在可预见的未来 应当可继续维持中国产能 但未来势必在重大技术升级上面临困难 因为以SK海力士主攻的快闪记忆体威力 用来升级的必需设备 是美国目前禁止出口至中国的新型机器 至于台积电则是已被美方告知 只要未来在中国不进行重大技术升级 当可以保有限阶段在当地的晶片制程 但随着台积电近几年 逐步向海外包括日本欧洲拓展生产线 未来选择与南韩一样 在替代生产线稳固之后 慢慢一步步替换或撤走 在中国的成熟制程供应链也不无可能 今年8月台积电宣布与欧洲三大厂 英飞林 博士 恩智骨 共同出资设立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 简称ESMC 于2021年底 台积电联手索尼全职九州雄本 成立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JASM一样 台积电的日欧厂 未来都是用于生产车用晶片的海外供应链 是相对于逻辑IC晶片较为低阶的车用晶片 而这正是台积电南京厂目前的主力产能 各国需求的半导体制程不尽相同之下 日本对车用晶片有着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海量需求 这就是珍惜的事 非常重要的反导体的反导体 在美国有些国家和最先端的晶片 有些更新的通过程 日本现在不足的是 自动车和家电製品 而美中晶片战时至今日 韩国却成了无限期豁免的对象 只能说韩国政府与企业 确保自己利益不完全听命美国的立场 以及韩国企业本身的国际政治游说布局 比起台湾皆略胜一筹 德国曾经是欧洲的火车头 现在被称为有可能成为欧洲的病夫 德国的明镜周刊的封面故事 在本周叫活生生的戏剧 就让大家如何看到德国戏剧性的 在一场乌克兰战争里头重大的改变 德国的公租屋的政策 就是它的租屋政策里头是世界的典范 但是呢现在因为能源的通货膨胀 导致很多德国人 虽然租房子不是租金的问题 但是根本租不起它的空间 因为它的能源费用电费 实在是太高了 在这个情况里头 德国的总理肖子所领导的执政联盟 输掉了这次的地方选举 在德国最富裕的巴伐利亚这个地方 甚至迎来了因为反移民 最富裕这个地方巴伐利亚 极右派成为第二大政大 Henry, for you, being born in Germany and having survived the Holocaust how does it feel if now on Berlin streets Arabs are celebrating the attack on Israel publicly and are distributing sweets to other people? I do not have a grievance against the German people I find celebrations about what happened which technically was a sort of criminal act it was a grave mistake to let in so many people of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nd concepts because it creates a pressure group inside each country that does that 这是基辛吉在10月11日 针对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接受德国电视台访问的发言 但也间接呼应了巴伐利亚和黑森邦 在10月8日两场其中地方选举的结果 Germany's governing coalition has been dealt a blow after its parties performed badly in key regional elections coalition parties led by Social Democrat Chancellor Olaf Scholz lost out to the center-right opposition both in the state of Hesse and Bavaria The far-right AFD party also made strong gains surging to second place in both states 黑森、巴伐利亚都是保守派重镇 黑森邦是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所在地 過去24年来由基民盟执政 巴伐利亚则是德国面积最大的邦 由基民盟姐妹党基社盟执政长达65年 两邦总人口为2000万人 选民合计近1400万人 占全德五分之一 当然也是德国最富裕的地区 基社盟在巴伐利亚获得37%的选票 勉强维持了2018年的结果 基民盟在黑森邦巩固优势 得票率34.6% 相较于2018增加了7个百分点 而社民党在黑森邦派出了内政部长 强棒出击的结果也只有15.1% 比2018年下跌了4.7% 社民党在巴伐利亚更是惨不忍睹 只有8.4% 肖子的执政伙伴绿党和自民党的成绩也不如上届 自民党在巴伐利亚甚至低于5%的议会门槛 在黑森邦仅仅只是勉强过关 肖子考杂了这场棋中考是最大输家 选址结果反映了选民对肖子联邦政府的严重不满 这是很明显的 这当然是国家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日子 但是我们在英国也仍然有很多挑战 德国电视台民调显示 五分之四的德国人不满肖子政府 但最大赢家不是基民盟 而是证实了选前所有民调预测的 极右派另类选择党 德国电视台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 另类选择党在全国支持率 达到破纪录的21% 极右派另类选择党在黑森帮的得票率 高达18.4% 跃升为第二大党 在巴伐利亚得票14.6% 名列第三 双双在两区提升了5%左右 这是极右派在前西德地区 有史以来的最佳战机 尽管另类选择党不太可能 在这两区参与执政 但群众基础已经从原东德基本票仓 向富裕的西部地区明显扩大 德国确定进入经济衰退 2023年GDP将下降0.6% 德国五个经济研究机构 罕见地在9月28日联合召开记者会提出警告 认为由于极右派的支持度上升 当前社会的反移民氛围 将会对德国长期的成长和繁荣 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因为10月3日出炉的 德国统一33年年度进程报告里指出 战后婴儿潮世代的退休 将导致德国未来的就业市场 每年将会有40万人的劳工缺口 迫切需要外来移民补位 极右派另类选择党在十年前 以反对外来移民起家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则同时抨击绿党不受欢迎的 气候变迁因应政策 在高通膨的民生压力下 获得了许多支持 9月初 地中海蓝佩杜萨岛上 涌入大批来自非洲的移民 让反移民议题成了德国其中选举前 极右派最有力的竞选论述 迫使肖兹政府在第一时间 宣布拒绝接受任何移民 引起了全欧哗然 但诚如季辛吉所言 让这么多文化宗教和观念 完全不同的人进入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伊哈战争再次血淋淋的证实 和平共存的不可能 经济衰退 也让曾经收容百万难民的德国 不可避免的靠向反移民的极右派 一夜之秋 黑森邦与巴伐利亚的其中选举 预告了接下来 其他地区选举的晴雨表 巴伐利亚的十月啤酒节落幕了 那个财力雄厚 包容自信 推动全欧经济的火车头德国 恐怕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每个股市 周五的每个股市呢 道琼指数上涨了0.12% Nexus指数下跌了1.23% S&P下跌了0.5% 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了伊哈战争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没有大跌 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使得联储会不会轻易的升息 升息接近尾声 一整周下来分别是涨了0.79% 跌了0.18% S&P上涨了0.45% 而受到联准会可能不会进一步升息 但是美国的通膨并没有下涨太多 这个情况里头 美国认为他们打通膨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所以会维持长时间的高利率的情况之下 美元继续上涨了0.52% 而黄金在这个地缘政治也就是伊哈战争的风险之下 大涨了5.2% 来到了1盎司1941.5美元的价格 云油的价格是改变最大的 纽约云油价格大涨了5.92% 布兰特云油价格大涨了7.46% 天然气到了冬天大涨了44.67% 在AI概念股里头 NVIDIA上涨了只有0.52% AMD下跌了2% Microsoft上涨了0.14% Alphabet下跌了0.11% 半导体的部分 Intel下跌了0.61% 台积电上涨了1.31% 三星电子上涨了1.54% 科技股价的部分 Apple上涨了0.77% Amazon上涨了1.43% Tesla下跌了2.33% 下礼拜还要公布财报 比亚迪上涨了2.27% 阿里巴巴下跌了0.36% 腾讯控股上涨了0.52% 而中国恒大继续大跌了6.35% 在本周所有的主要货币里头 欧元对美元是贬值 日元已经又贬值到了149.57% 的关卡 韩环也继续升值了0.02% 新台币贬值到32.217% 人民币也继续贬值了0.1% 来看一下 这个因为受到了这一次地缘政治的影响 还有美国的中议院 没有办法产生议长 可能预算不能通过的情况里头 十年前的美国公债 已经来到了 利率是 值得利率是4.6% 然后30年期是4.7% 都是很高的一个利率 虽然比起上以外都是下跌的 但是仍然是非常高的 这会影响全球的经济 非常谢谢你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 和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 愿世界和平 愿所有的孩子们平安 谢谢你收看 拜拜 哎呀 Agency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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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